《华严宗》的依据是《大方讲佛华严经》 佛灭后五百年间有马明菩萨 阿斯伏高萨 以至龙树菩萨 Nagadjuna 禅扬《华严经》 当《华严经》传到中国 只有佛陀伯陀罗 Buddha Bhattra的日本 还未成为宗派 直到徐朝、中南山道信禅师 驻五教子官、法界官门等书 发挥了五时半教、十元元起等妙议 才有华严初祖 直到唐朝延首法藏大师 习前延的大乘 将华严宗更发扬光大 所以华严宗亦叫做延首宗 华严宗的义理 是法界缘起 依法界立三观 什么叫做法界缘起呢? 即是宇宙一切事物 是以一切法起一法 以一法起一切法 以者同时 无先无后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以者同时依赖 无先后生起存在的分别 而事实上 要用一切法 互相关系的势力 才生起一条毛 反过来说 为了要生起 要维持这条毛 必须生起整个宇宙万物 如是这样 宇宙一切互为生灭 互为依赖 互为缘起 息息相关 从从无尽 这就叫做法界缘起 也即是说 一粒微层中 有整个宇宙的 energy 能量在内 小能存大 宇宙的 energy 势力 亦存在于一粒微层之内 大能入小 所谓 立须微山于一界子里 涉大海于一毛孔中 法界是有四类的 一是法界 即是宇宙的无量时相 简称一切法 二是理法界 即是法界的空直体性 是离四句绝百非的 又叫做真空绝相 三是理是无外法界 即是理体时相互容互积 达到是即理、理即时的境界 四是是无外法界 即是一切诸法 互涉互容 互为缘起 重重无尽 华言中 依法界缘起 而立三种观法的 第一是真空绝相观 基本上是观一切法 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归于平等真空 第二是理是无外观 虽然作真空观 但是对于空中能生万法 性不变 如相随缘 性相无外 理事缘容 第三是周变含容观 行者观一切事物 皆如其性 容于缘起法界 无人无我 无是非分别 重重无尽 互涉互容的 华言经的以理 精密心罪 超越了人类 事理上的思维习惯 对于有哲学根基的人 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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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